这种可能是证明他们的信心方面 再来是第二组的比赛是由张继科 陈启 王浩组成的第二组 如果再打不出来打五分之 五分之不行就是十平以后两分 期待能够打到加赛 这样才更加 再来讲非常的成功 同时也看到咱们乒乓球这个项目 今天我们昨天是十二点半开始比赛中午 而且不是周五 这些人没发现基本上都是自发的 怎么能看出来 王浩 国梁你觉得这次简单的给我们分析一下 这三个人的 前面为什么跟大家介绍他们的心态 作为许欣 这组里边我觉得张继科还是正常来说 还是有点个姿态 说我打不过你 我可能不行注意力放在第二阵 更一种人说可以 张继科在科威特的公开赛当中 是刚刚拿了一战冠军 中国香港的选手小将一比三落后 所以一开始第一场的状态并不好 但是随着上来的时候 零比三落后 这会儿就八比三领先了 从两个队员来说 是不好的信号 对 他们可能就要 必须要打 我想对他们像张继科这样的也是 有所触动 也是 张继科内心也很难接受 对 现在第一阵是4比10 当然最好打出来 打不出来他们希望 从运动员角度希望 就怕张继科他们第一次没出来 打到后面 如果张继科把 第一次第五天当中再组成两个组 对 然后还是一天打出一个 对一天打出一个 张继科是11比7 先取胜 回来你觉得他们俩 我觉得最主要的在前三板 因为他的特点就在于 他的发球抢攻和他的选择 所以这个陈启呢 要想能够战胜张继科呢 必须要把他的这个 发球抢攻的特点 能够打出来 但恰恰张继科呢 因为他最强的是反手拧拉 双打的冠军 硬打出来的 而且那次这个直通力 因为第二次的选拨是17选4 陈启是进了前四 好球 陈启是进了前四 好球 光良你觉得张继科的球啊 比如说他拿了大板冠 他这个球啊 确实大赛已经结束了 那你觉得他这个球 这个威胁性 还有之前的明显 会怎么 我觉得不会 他反而这些方面 会更加这种加强 能不能 这个继续有这个辉煌 他能够站住 这样的位置 支持 好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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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江苏南通的奥运会冠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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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三个人都是单论反手啊 我觉得 那的话那奥掐 奥掐这个反手 绝对比我们的这个比赛录像 他和马龙我们三人在看的时候 看到我们这两个队员都感觉直摇头 说这反手实在太强了 特长技术啊 他必须是这个 达到最高手 你觉得你这个发球啊 你人家发球特别变化 发球发的速度特别快特别好 高抛低抛 是吧正手反手 你剩下除了发球之外 你每一个击球都在对手的限制之下 所以发球呢是 一回 要0比2他的这个概率就感触大 好的第二板 第三板拉住 小心 哦 你哥正好 这个概率就感触大 只允许你缓一板 8比9 摆住张继柯的正手短 拿一下第二局 哦 哎 因为张继柯这个发的很聪明 是吧发到了这个 抬角的外侧 其实陈琦这个 10比9 哎 注重了 分会有什么一板 一板 其实是在于他第三板的那板球 第一板拉得非常好 第二板货路没问题 第三板你再给他这一板的机会 张继柯直接就转了 所以这个高水平的比赛就是一闪念 就是你 你勒得不紧 一旦被他挣脱之后 他的力量是吧会更加大 反击的力量 那么比赛当中啊 他这个每一个球 每一个比开始 和身体状态好坏 主要看一看他的重心 重心压得很低 而且很快 所有的东西 他这个出手 对方过来的球 都是在范围之内的 那你觉得郭梁就季柯 显得漫目 就是动不了 呆板在场 对没感觉 但张继柯呢 他背大的特点就是 越重大的比赛 越紧张的比赛 当别人都感觉一般 一般性的比赛 有时候人家都感觉很人意的比赛的时候 他有时候紧张 这种情况能够在巨大的压力面前 怎么样 怎么敢延续用他 你完了大赛再用他 你知道他能报道 他是有基础的 运动员 他就是优秀运动员 就在于最大的一个特点 包括 对 因为 无论是人生也好 是人 都会一生当中 都会有若干的机会 能够掌握机会的人 他都能掌握成功 没错 特别是在中国乒乓球队 你看这个 这个别人 有可能 是吧 这种情况 所以要把握机会 是不足了 他感觉因为 前半的时候两局都没有拼起来 特别是第二局没搏下来 他的信心就已经差了 可能先赞胜张继科 能够打到富家赛 很漂亮 错足 志在必得 好球 反手的一板 爆挑 这个球也是张继科的一个 特色 招牌 这样张继科就是3比0 在第一轮的比赛当中 战胜了陈起